新春佳节期 合家团圆时 单有一群人却坚守在工作岗位上 以个人奉献换来万家灯火 帮助全国人民过一个温暖祥和的春节 今年28岁的汤一东 是无锡工电公司 以普路电网运行中心职场 入职6年来 一直坚守在抢修宝店的第一线 大年夜 汤一东匆忙吃了几口饭 便快步回到了岗位 平均下来基本上每天只睡五个小时左右 我的胡子都来不及刮 和汤一东一样 在云南迪庆梅里雪山脚下 云南电网公司的工作人员春节也没休息 宇崩村距离雪线不到五公里 供电的输电线路 需要跨越海拔3700米的雪山压口 需要穿越原始森林 线路检修及维护工作异常艰难 随着用电负荷增加 他们的线路已被烧毁 今天进行了一个更换 难度主要是连点 第一个是高海拔作业 然后第二点是现场风比较大 有一定的危险性 经过抢修 电力供应恢复正常 南方电网云南电网公司 为做好春节保供电工作 共计巡视书电线路15万余公里 春节期间天气也特别寒的 我和我们同事虽然辛苦些 但是可以保障乡亲们春节期间 安全可靠供电 我们的工作就有价值 在苦在累都值的 连日来 国往湖北京山市供电公司的 电力红马甲坚守岗位 开展专项保供电行动 排查安全隐患 保障供电正常 我现在是在金山市里 金山农场 为保障景区 用电设备稳定一些 我们组织了保定专班 消除了安全隐患 这个春节对于人文凭来说 和往年并无二样 腊月29 人文凭吃完年夜饭 就匆匆赶往单位 我干电力运维32个年头了 在工作中过了多少个春节 我自己也记不清了 只要通过我们的坚守 能让老百姓过一个 亮亮堂堂 热热闹闹的冲节 我就感觉值了 不过了 三双 两双